我是黃修平,我叫做Adam 很奇怪 我是黃修平,Adam 我是一個電影製作人 我在電影圈裡的崗位就是一個導演 我不拍戲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就在大學裡 教一班年輕人去拍短片 這個就是我了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創作 在我有記憶的同年以來 我家裡有一塊畫紙 我有空就拿一張畫紙出來畫 大概是中五、中六 開始會拿零用錢出來 買票入場去看電影 很自然地覺得電影 是一種很有力的創作媒介 以前小時候很想做動畫師 即是做宮崎俊 後來成熟一點的時候 之後就喜歡了電影 即是真人拍攝的電影 因為你看完一部電影 那種震撼人心 那種蕩起回場的感覺 你很難在生活上的其他東西 可以取代到 有另一樣東西可以給你這種感覺 我覺得電影很厲害 很單純地 就因為這種震撼的感覺 而是說自己想做電影 那時候我試過寫自戰訊給電影公司 在暑假的時候 也去申請交換生 因為那時候覺得 我怎樣可以拍到電影 即是不像現在 拿著手機、相機 都可以拍片 沒那麼容易 拍電影不是一樣 沒有拍就拍的東西 那我覺得要拍攝 一定要讀一些東西 或者要給自己一個環境 去完全投入拍電影的創作 那所以我就去申請 中文大學的交換生計劃 那很幸運他就選了我 我就去了美國愛可華大學 裏面做一年的交換生 那當中我就選了很多讀電影的 course 那一天有時間我就會去check out一些器材去拍片 那我試過夜晚 直接是爬窗進去剪接室裡面去剪片 因為夜晚會關門的那個剪接室 我真正搭入電影圈 其實就是做很多making of 那所以都會接觸到曾志偉 那有一期呢 阿志偉就約了一些當時的新導演 那約我們出來談 他想發掘一些新的導演 我自己有機會跟阿志偉做完訪問的時候 他那時候穿著寒心的衣服的造型 那我就把《當比善如素》這個劇本 在無間到二的拍攝現場 就給了曾志偉 那他立即就拆開信封 那個雞皮指來看 看完我看到他笑了一笑 那之後沒多久 他就greenlight了這個電影的計劃 他也要拿著交給我 他記得那時候和我一起去做 他會很喜歡做這種劇本 我看在哪裡 我也要去看 他也不看到他 裡的、有很多事情 我看見,看見他 他會想要做 我會想把他做的 我就找他做的 我去做其實再吃 你做個我做的 我正式採用一種專業和商業的方法 去製作的一個唱片 在拍摩術男之前 我拍過一些很DIY式的短片 也做過一個獨立電影 就是當碧涵而上奧雲 某些時候也有一些成績 而我用回那種思維和製作模式 去拍摩術男 我發現有很多東西完全是不合理的 這一期我做了我之前拍完的唱片 就是叫狂舞派的後期 這個項目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年了 由最初有這個想法去拍跳舞電影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想法去拍電影 往往是有很多不同的機緣結合而成 令到會開展一個項目 人類自從有商業行為以來 所有東西都可以拿出來賣 其實它應該是很合理地反映著 這件商品背後的製作人 創作人所花的成本 以及所花的努力 所花的心機 侵權這個行為 其實就是破壞了遊戲規則 例如是一個電影 或者是所有創意的產業 其實你只看 例如我做了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你只看物料的價值 它未必是很大 但是火網的創意 其實是背後要花很多時間去發展 例如這部電影為例 真是認真製作電影 它需要有開發費 有做research的時候 所需要用的成本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軟性的成本 很多次是要靠這些 背後的心機背後的努力 才可以觸發到一些創意 或者是創作到很有深度的作品出來 那侵權的行為 就一下子就把所有東西都拒絕了 除了自己的創作之外 還可以跟一群二十歲上的人 去分享我的創作經驗 聽他們說甚麼、想甚麼 往往令我可以很投入、很享受 作為一個電影人 我當然很希望這個電影業 可以有好蓬勃的發展 但對於我來說 我比起Care電影業蓬勃的發展 我更加Care 我想看到更多是本地出品的好電影